不知道是什麼事了 先生姐 你自己說 今天早上 發考卷 老師要我們重新再考一次 我就去土著館 出來的時候遇到校長 校長說要給張老師處理 張老師就叫我打電話給你 你到底有沒有好好說 我問你 為什麼上課的時候你看漫畫書 我讓你們補考數學 大家在寫考卷 為什麼你不寫 你為什麼在教室外面四處遊蕩到處亂晃呢 被校長抓到就算了 你還編什麼理由啊 說你不補習我對你差別待遇 補習 補習 補習是你們的要求啊 現在出了問題全部過來我頭上來了 老師 老師 對不起 真的很對不起 都是我們不對 補習是你們家長的期望 我犧牲我自己的休息時間 幫大家補習 我對學生鞠躬盡瘁了 這樣還不夠嗎 張老師 真的是很抱歉 我跟謝正傑爸爸最近工作比較忙一點 所以可能對小孩子疏於管教 請老師不要生氣好不好 謝正傑 你還不敢跟老師道歉 快點啊 工作忙也不是這樣啊 我叫謝正傑請你們過來已經四五天了 不要說來學校 就連一通電話也沒有 你們是不是覺得 把小孩丟來學校 就什麼責任都沒有了嗎 一年多前 趙如昊的媽媽 帶你們來 要求謝正傑進我的班上 我是怎麼跟你們說的 我要你們去打聽我帶學生的風格 你們不是都知道了嗎 我說我帶學生非常嚴格 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你不是也點頭了嗎 帶了那麼多年的升學班 我哪一年不是學校升學率最高的啊 我敢說 就是教育部長 大學教授 還是什麼教育專家 也沒有我那麼了解你們 我這樣管教學生 就是為了幫他們升學 如果你們受不了 當初何必來拜託我 那什麼學歷測驗 推薦真事 分發入學 不是我規定 你們以為輕輕鬆鬆 搞了愛的教育 小朋友都可以上前三次院啊 謝太太 你這樣放縱謝正傑 把他寵壞 到底是幫他 還是害他啊 謝太太 你這樣每天要混水摸魚 就可以上前三次院啊 為什麼別人可以你就不行呢 蛤 是被你們要寵壞了對不對 是不是啊 媽媽寵壞你了嘛 蛤 說話嘛 好幫我怎麼樣 真學幫我怎麼樣 我就不要再孟子 不要再出發 小潔 你說什麼 小潔 你說什麼東西啊 老師 怎麼樣啊 小潔 小潔你東西 你在說什麼東西啊 小潔 小潔你動手 你說什麼 小潔 不要把你 你覺得怎麼沒那麼沒大沒上來 這件事你們好好可以 不會請學護處處理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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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小潔 大學 大學 小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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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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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遗憾 学校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过我想 学生推济老师 毕竟是不对的 我觉得 谢正杰应该先向老师道歉 等大家气消了 再来心平气和的处理 是是是 主任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想都怪我们平常 把他给丑坏 才能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您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让谢正杰 跟真老师道歉的 谢谢姐 我跟老师道歉去 怎么办 跟老师道不歉 道歉就没事了 张主任 可不可以让我跟真老师道歉 我跟你保证 他一定会跟真老师道歉 谢正杰 跟老师道歉去 快点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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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路出去快点 快点回去 谢谢 谢谢 哎你这样算什么啊 你到底闹什么脾气呢 就跟詹老師低頭認錯嘛 再怎麼講太神的扳倒啊 跟老師認錯有這麼難啊 隨便啊 道歉就道歉 都說隨便 道歉啊 小姐 快要走啊 走啊 去道歉啊 可是他說妳害我了 妳不覺得他這樣在教訓妳嗎 妳不覺得他在侮辱妳嗎 弄了半天妳是為了媽媽 如果妳是為了媽媽 就更沒有需要跟她傲氣啦 媽媽只希望說妳可以好好的唸書 考上一個好學校 將來找一份好工作 加很多很多的錢 然後 多幫媽媽買自己漂亮衣服 妳就夠啦 我才不在意她講過什麼 好啦 我去跟詹老師道歉 好不好 就算是為了媽媽嘛 那我們走吧 我要回報社呢 一大堆工作都沒做完 解釋嗎 我 nonetheless 可以put 這邊 進刻 進來 感谢观看